聽見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尼歐勒斯 我們廣快來看一下這次飛虹復刻的新角色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土佐 土佐其實它的三維面板屬性還不錯 就以金皮角色來說是稍微低落了一點 不過還堪用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他的對空 他對空其實不高 而且對空效率只有90% 不過重音你也知道嗎 重音的後排普遍對空都不高 最好是搭配一些有對空能力的角色 後排會比較輕鬆一些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他的一技能 一技能就是普通的開砲彈幕 有75% 那這個開砲彈幕有兩種跨射 一個是鎖定跨射 總共有4顆的鎖定跨射 最後面會補一個6顆的通常跨射 那這兩個跨射一個是鎖定一個是定點 再來旁邊的瓶射小子彈還有我們的魚雷 魚雷一開始只有4顆 當你點到8級之後就會有8顆了 所以這全部的彈幕的傷害加加起來 其實跟華盛頓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他分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子彈 那也可以去面對不同樣的敵人 那在打演習的過程中 他的跨射都可以跨到後排 而且前面的4顆鎖定 跟後面的定點跨射是分開來的 所以他不會有因為中間旗艦消失 而損失大量的跨射彈幕 好我們再看一下二技能 二技能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第一個是特殊彈幕 自身的附砲特殊彈幕 其實跟我們的大地 還有我們的小家家或是日向改一樣 當敵方進入射程的時候會發動這個特殊彈幕 那他自己本身附砲也會有攻擊的效果 所以他會有兩種攻擊模式 在CD時間附砲依然會打 那CD一到他可以發射這個特殊彈幕來增加輕快的效率 只不過這個特殊彈幕會吃位置 你放在旗艦跟鳥艦 兩邊打出來的位置會不一樣 當然放在旗艦的效率是最好啦 不過本身這個技能彈幕傷害並不高 所以也不用說一定要為了這個彈幕 而把它放在旗艦位 好那第二個就是在關卡海域 有第二編隊的時候 這個第二編隊它的旗艦一定要是戰列艦 記住要戰列艦喔 你放航戰、航母、戰巡都不會觸發 只有戰列艦 那這個戰列艦在345場的時候 會觸發額外的支援彈幕 這個你在道中隊的話 可以把屠左放在BOSS隊 去支援345場的戰鬥 不過梅魚蝦也好 當你有編隊屠左的時候 順便可以加減利用他這個支援彈幕 來打到道中稍微加速一點的效果 好這邊我們看一下圖左的推薦裝備 可以裝這個381桿 因為它射速很快 它本來的彈幕機率就很高 所以這個期望值可以很高 那不然你也可以裝備410或大地炮 都可以 我是覺得裝381桿的期望值是非常好的 那孵炮、被野炮、對空、使用STAG有加命中 那設備選用黑白彈 因為現在有個機制是你周回模式的時候 其實不會有埋伏 也不用帶什麼SG雷達 純粹的黑白彈火力 對它的彈幕也會有直接的影響 那它這個定位呢 就是你在道中可以當旗艦 打BOSS的時候可以當瞭艦 因為它的彈幕不會受到它的位置影響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長波 長波是一個驅阻 就它的面板上面呢 它比較可怕的是它雷裝 它雷裝居然可以高達530 那是標準的雷驅了 而且魚雷的效率可以達到155% 這其實是真的標準的雷驅 靠魚雷輸出的 那主炮輸出本來叢鷹的船就是那樣而已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技能 技能1呢 其實跟我們的輕波一浪 10秒會再發射一輪魚雷 這魚雷跟我們的主要裝備是一模一樣 所以開場有獄裝填 10秒再發動額外的技能魚雷 兩個魚雷是一模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小移炊 兩邊的魚雷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傷害呢 其實在10秒後會一次爆發開來 所以等於說它算是短期決戰 會使用到的一個驅阻 比如說像是你想要打金怪 或是想要打一些極限輸出啊 挑戰ES啊 這個10秒輸出的短期爆發是可以期待的 OK,再來看一下2技能 2技能就是前面一定要放3名角色喔 你放2名是沒有用的 要放3名 放3名的效果就是一個小神通的概念 提升前排的雷爆 再來可以提升驅逐的迴避 那增加前排驅逐的生存 稍微可以增加一些啦 它自己本身也是驅逐 所以你可以前面搭配神通 或是搭配一般的揚眼 提升前排所有驅逐的雷爆能力 所以在短期爆發裡面 這隻角色算是又浮又能打的 還蠻好用的 長波的裝備推薦呢 我這邊是選用的7-6炮 你用秀月炮也是可以 不過他們的這個主爆效率都不高 所以基本上可以忽視啦 那魚雷你可以選用 彩池蓮或是金氏蓮 對空晶圓盤 因為它本來就是打雷爆的輸出 所以這個彩棒呢是必備的 再來就增加生存的維修了 好最後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花月 花月的性能呢 第一個看到就是它耐久值 其實很高 2400多其實在整體驅逐裡面算是前段版的 再來它的火力不是很好啦 主要是它的對空 這個驅逐 秋月級的驅逐對空基本上都還不錯 而且它的對空效率有135% 而且它又是主炮加1的一個驅逐艦 所以它的彈子彈數量很高 拆盾的速度也很快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技能 技能只有一個就是一樣 擊落飛機會提高自己的炮擊跟自己的防控能力 跟我們之前的蕭月啊春月一樣 這種秋月級的作用呢就是用來打飛機的 一直打飛機一直耍 如果沒有打飛機的話 其實它很難去發揮它的一個輸出 好最後我們看一下花月的裝備 主炮部分呢你可以選用金高瓶 金秋月也是可以 當然如果你有凱旋炮的話會更好 因為它是主炮加1的底座 再來魚雷效率不高 你用磁三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有多的磁四連也可以裝上 那對空炮用金圓盤就沒錯了 設備方面可以選用加生存的維修 那基本上是再來對空的啦 給它用對空雷達是一個比較好的 它的機制就是要擊落飛機 才會有額外的火力跟對空 所以增加它的對空性能就沒錯了 好啦以上是這些新船的快速接招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這些船的使用 以及它的定位 好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好緊一點 好 hijosername